嘿大家好我是警长 今天大家带来部美国的惊悚悬疑片找到了 电影开头一个十岁男孩骑着单车 突然从空中飞了起来 然后这个男孩就失踪了 男主强叔便是负责这起案件的探员 通过勘探线上发现 是有人把一根线绑在森林的树上 并在地上留下把绿色的岛居 跟15年前已经抓到的凶手戈顿 是同样的手法 强叔推测是有人模仿作案 相较工作上的补顺 家里发生的事更让他糟心 原来几天前发现妻子红杏出情 死前想后为了男人的颜面 强叔决定忍下来 但为了表明态度 强叔在客厅里挡起了厅长 看到父亲这么平静 儿子小皮忍不住为父亲鸣不平 经常给他妈摔脸子 不小心掠了强叔的书粉也很愧疚 多次跟强叔道歉 说自己错了 不想离婚 每当听到这种话 强叔只好砸东西泄愤 来到窗边看着地上摔碎的手机 无意中撇到了房顶的水杯 看着水杯里的烟头 内心忍不住感叹 哎 小小年纪 竟然学会了抽烟 与此同时 强叔家里频繁发生怪事 比如墙上的照片无故失踪 满抽屉的银制残具 全都不见了 电视机反复的自动开启 家里来了陌生的修理工 说是有个孩子给他开的门 但这个时间 儿子应该在学校啊 晚上强叔回来 书粉问丈夫是他教的修理工吗 说他偷了家里银制的残具 强叔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偷那玩意干什么 上楼吃两遍住睡眠的药物时 发现小屁养的仓储越狱了 要把他抓回去 突然啪的一声 柜门被从外面反锁了 强叔以为是儿子的恶作剧 适则儿子赶紧开门 可门外人影闪动 却不见动静 楼下纹绳赶来的书粉 将强叔放了出来 强叔问儿子在哪 书粉说他出去了 强叔一脸的不可置信 强叔坐在床上 想着刚刚发生的事 难道是自己操劳过度出现了幻觉 要笑发作 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次日醒来 强叔发现自己尿床了 这他瞄的是什么鬼 强叔把窗单扔进洗衣机以后 就急匆匆的去上班了 刚来到警局 就被叫到了局长办公室 局长交给强叔一点资料 说15年前的凶手 吵吵着要反案 让强叔跟大黑 去找当年侥幸逃生的两个受害者 结果一个失走 一个已经神志不清 另一边 强叔家里来了不速止咳 正是给强叔戴了绿帽的大脚书 书粉结帮解释说 那晚两人结合 就是一个错误 咱们俩已经结束了 我儿子还在讲呢 他不喜欢你 你赶紧走 话音刚落 一个辈子从天而降 正中了大脚书的脑袋 书粉以为是儿子咋的 赶紧把大脚书带进家室 大脚书自知理亏 也没有怪小皮 书粉简易的处理完伤口后 叮嘱说 我先送我儿子上学 回来后再带你去医院 书粉载着儿子离开后 大脚书被人一棒子锤倒 当书粉赶回来的时候 大脚书已经死了 惊慌失措的书粉 只能向干警察的丈夫求助 书粉说是儿子做的 为了保护儿子 夫妻俩趁着夜色 把大脚书的尸体 拉进深山埋了 可等夫妻俩回来的时候 儿子小皮被绑在浴缸里 旁边的肥皂上 还插着一把绿色小刀 强书看到后当下已插 听呼一声不好 儿童失踪案的凶手 就在咱们家 让书粉载着儿子去医院后 强书吃枪进屋搜索 来到客房 发现墙上贴满家里失踪的照片 来到楼下 一个黑影挥着斧头抄他袭来 那么这个黑影究竟是谁 他是怎么进来的呢 那就得说到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自称挖菊侠 挖菊就是在一个家庭住几天 再跳到另一个家庭 房主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没人的时候 可以自由活动 有人就要躲在苍身处 保持安静 这天书分儿子上学 两个年轻人 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车库 溜进了豪宅 他们参观溜了一圈 发现这个家庭适合挖菊 找好苍身的地方后 他们便在这里住了下来 女孩咱们叫他小美 是个挖菊达人 男孩咱们叫他大柱 是个挖菊新人 相讲小美安静的蹭吃正喝 大柱则是一个喜欢刺激的人 就爱搞点恶作剧玩饧跳 杯子 他拿的 香烟 他丑的 餐具 他拿的 相片 他投的 人 他砸的 强叔身上的尿 他尿的 修玻璃的修理工 也是他穿的小美放进来的 家里那不听话的电视 也是他下载了万能遥控器 控制的 总是强叔家里所有的怪神 都是他干的 但唯独打死大柱叔的人 不是他 而是当警察的强叔 而这一幕 正被躲在第二世的小美目中 原来强叔 才是杀死大柱叔的凶手 杀完人后 强叔热无其事的出门了 小美却吓得头皮发麻 带上东西想要离开 结果被送儿子上学回来的书分 读了回来 这才有了书分崩溃大哭 强叔假装一无所知 然后以爱的名义 帮忙处理了尸体 好不容易扛过夫妻俩离开 小美准备叫上大柱跑路 结果看到大柱对小B试试了暴力 小美想不到她是这样的人 惊慌下交报警 大柱扑上去阻止小美 拉扯中 小美滚下楼梯磕晕了 将小B放进浴缸后 大柱把小美抱进了后备厢 打算开着强叔的车离开 尴尬的是 强叔夫妇埋完尸体回来了 待夫妻俩解救儿子的时候 大柱重新藏了起来 强叔让妻子带儿子先去医院 他又留下来找歹徒 结果他们牵脚刚走 强叔却一头钻进车离石像的脚外 车内小美从昏迷中醒来 看着开车的强叔 他吓得屏住了呼吸 车内不仅有打死大柳树的熊息 还有石树把绿色小刀 旁边的宝内 还有失踪孩童的绿色秋闪 难道强叔就是绑架案的凶手 强叔下车后 小美偷偷地溜出车外 然后拨通911报警电话 称自己 可能和儿童失踪案的凶手在一起 接线员问他在哪 小美说自己不知道 接线员让小美保持童话 警方会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他 而关键时刻 小美的手机没电了 小美在树林里转悠 看到一辆点着灯的废车翔 小美走进去发现失踪的两个孩子 被囚禁在里面 他手忙脚乱地想放他们出来 结果被枪叔从后面闷晕过去 枪叔把小美看回车上 从小美报了地围 看到了两个挖具在自家的影像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小美必须得死 枪叔把小美带回家中 然后围造小偷闯入 外露后与他交火 最后被他击毙的假象 枪声惊动了藏起来 想办法救小美的大柱 大柱来到餐厅 看到小美倒在雪坡当中 想为小美报仇的大柱 拿着斧头偷袭枪叔 结果被枪叔巧妙躲过 顺带把大柱揍运过去 枪叔拿起餐刀自杀一刀 完了加回大柱 可一转头 大柱正用枪口对着他 枪叔对大柱展开心理攻势 说自己是警察 劝他别冲动 可大柱还是毫不犹豫地 扣动了反击 看着死去的枪叔 大柱留下快意的泪水 原来15年前的绑架案 也是枪叔所为 大柱就是那个失踪的生还者 枪叔利用植物纸变 伪造证据加毁了格敦 一直逍遥法外至今 电影的最后 大黑从枪叔的车里 找到了枪叔的犯罪证据 然后根据线索 救出了被绑架的两个孩童 从医院赶回来的叔父和小皮 听吻后 满脸的不可置信 想不到象征正义的丈夫 父亲 竟然是一个变态杀人犯 找到了这部电影 用双视角前后呼应的结构 讲述同一件事 再通过骚剪机藏几些信息 再分批将包袱慢慢抖出 虽然是小制作 但悬疑 反转 犯罪 音效都很到位 确实充满了惊喜 好了